下课时间一到 学生马上冲到食堂 填饱自己的五脏庙 看着他们有秩序的排队买食物 有的已经是在厂桌上 吃得津津有味了 不过你看 在食堂旁边 有几位系上橙色丝巾的男同学 他们站成一排 前面还摆着几个大盆盒桶 那到底是要做什么的呢 我们就分类盘 厨余还是冰的水 那些盘我会教他们 把食物先倒掉 放在已经分类的盘 原来这是学校正在推广的 农耕光盘行动 校方教导全校学生 每天下课用餐之后 要把吃剩的食物 倒进备好的盆里面 然后把碗筷 盘子 汤匙 分别放到大盆里面 而负责站长的同学 就会在一旁监督 留错地方的话 要捡起来放进对的盆里面 如果有人倒掉一大盘饭 站长的同学 还会有温馨提醒呢 最后市场愉快 农耕光盘运动 今年初正式走进 培植华小校园 为的就是要培养学生 懂得感恩以及珍惜食物 同时还可以营造 健康的校园饮食文化 食堂的老板和老板娘还说 这个活动进行之后 减少了他们的工作量之余 他们还很欣慰 看到学生更加欺负了 之前是食物真的很是很多 丢到七八糟了 最少都大概有那个桶 差不多一桶都有 然后过后现在他们做了 就OK啦 至少就剩下一点点啦 这个活动开始过后 我们的垃圾就变少 无形中就把我们的垃圾袋 节省起来 小孩子比较舒服 他们把食物吃到干净 然后把那些厨余处理好 方便我们的工人做工 收集好厨余之后 学生们就会秤一下厨余的重量 准备把厨余埋起来 把厨余倒进土坑之后 铺上干枯的叶子和草 最后用泥土盖上 等待六个月之后 同学就会把堆肥给挖出来 靠近一点 在跟黑土混合之后 就可以作为校园绿色原地的肥料 实际体验自然农耕课程 学以致用 虽然这些负责收集厨余的学生 说不辛苦 但是看在食堂老板的眼里 还是替他们觉得很心疼 于是老板还特别奖励 这群孩子的付出呢 看他们这样勤劳 这样帮忙做 帮忙我们也是不少 因为我们奖励他们吃 也是OK的 也是 他们吃一次一餐午餐 免费的 当一个人来换食物的时候 其他朋友看到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 并且他们学到 用劳力去换取他们的午餐 所以我觉得这个行动很好 透过这个农耕光盘运动 学生养成不再浪费食物的习惯 同时尊重劳动成果 懂得利用厨余制作堆肥 更懂得环保爱地球呢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